大家都直上谈兵很久了吧 我太单身了 那这个听听就好 未来应该都是五姓生辞 平常互称好姐妹的好闺蜜 有没有可能亦友异性的关系 旧人间消失呢 连语字都找不到 这样的星座女 你上榜了没 对牡羊来说 有色就给赞咯 牡羊女没色的时候 非常重朋友 有色的时候 色比较重要 真是一个单纯的人啊 在朋友当中呢 她是大姐头的角色 算是发号失灵的头头 而且牡羊座是战神 说话很犀利 骂人又很有技巧 当这样的牡羊座 谈恋爱的时候 灵魂是很像被抽换的 她会变身为小媳妇 而且牡羊女一谈恋爱就破财 毕竟她很喜欢就是对男友好 甚至愿意花钱满足另一半的需求 男友如果喜欢名牌包 她可是非常大方出手毫不吝惜哦 就看在朋友眼中就会觉得 牡羊女平常对朋友都没这么好呢 实在是挺重色亲友的 天仙女只要一谈恋爱 简直是来干扰自己跟男朋友相处的时间 所以咯 朋友除非是婚丧实性重大事件再来找她 如果只是吃饭聊天就不要来了吧 天仙女的朋友就会觉得你蛮没有良心的 嗯哼 是有那么一点 没关系 你等天仙女失恋的时候 她就会来烦你了 双鱼做热恋的时候想丢掉 分手算你捡到 想了解一个双鱼女的感情动向 看她对朋友热不热络就知道了 所以她对朋友不热络表示她热恋吗 那也不一定哦 有时候是她在热恋 所以我们约不到她 讯息很可能也懒得回我们 因为她没空理我们啊 这个时候这个双鱼会出现 表示她想分手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把时间排满满的 这样她就可以不用回去见那个 她已经没什么兴趣的另一半了 那等她分完手了 反而才会失联哦 所以双鱼女身上这个失联与否很奥妙 还有一种双鱼女平常很精明 但碰到感情却傻到不行 不管对方有多渣 双鱼女都会假装对方没问题 而且因为很怕你劝她 所以干脆失联 连闺蜜都劝不了哦 而且这样的双鱼也会自欺 她会在心中觉得 你一定是嫉妒我太幸福了 用这个方法来保有她眼前想保有的幸福 狮子女谈恋爱一向是以全力以赴来闻名的 尤其遇到心中的真爱那不得了了 男友的地位就跟神一样 狮子女不管身在何处 男友一声令下她马上随口随道 不过狮子女终于好一点 还蛮讲义气的 所以朋友约聚餐了 特别是心情不好要她做陪 她人是一定会到的 只是每次聚餐开口闭口 可能都是男朋友 或都是她的感情烦恼 甚至和男友私下相处的肉麻内容 可能都不避讳地说出来 完全不管朋友要不要听 到底是来陪朋友的 还是来放闪或来烦朋友的呢 还有一种状况她会失联 就是当狮子女没有自信的时候 她其实蛮担心男友会被好姐妹抢走了 为了防土这种情形 她当然就不会让男友跟闺蜜 太多见面的机会 或甚至会在喜欢的人面前 说出一些稍稍扁滴自己朋友的话 因为她很怕你喜欢对方嘛 所以她就会说 你不要看她瘦瘦的 她私底下吃很多 而且其实蛮肉的 又吃香不好看哦 很多巨蟹女有自己的人生进度表 几岁要交男友 几岁遇到谁要结婚 几岁生孩子都定得好好的啦 如果眼前的对象是巨蟹女 认定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 她就会很专心的谈恋爱 专心到朋友都约不出来 时间全部留给男友 而且不是热恋期而已哦 交往好一阵子 巨蟹女还是会以男友的时间为主 其实在她看来就是以家为重啦 甚至会在脑海中经常勾勒着 跟这个人步入婚姻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她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不过有一派巨蟹女 为了不让人觉得重色亲友 有哦 她们反而会努力的维持平常 维持平衡 尽量也照顾好姐妹 毕竟她很重视人设 她可不希望以后流传出去 她是重色亲友 这是不可承受之重哦 摩羯女的失恋全世界都要看见 不要看摩羯女外表冷冷酷酷 重感情的程度 其实超乎外人所想象 因为她把感情看得太重了 所以反而很难拿捏力道哦 遇过的摩羯女呢 只因为跟男朋友吵架 就封锁了两个人的共同朋友 原因是不想看到任何 跟男朋友有关的回忆 你只是跟男朋友吵架 但所有的朋友都遭殃 而且摩羯女只要感情出问题 身边就会出现一团第一情 朋友的聚会上 人们就会不自觉 把焦点放在摩羯女身上 因为她看起来实在太惨了 好不好 她都笑不出来了 她看起来也非常的消瘦 这一场聚会的话题 肯定就绕着摩羯女的感情烦恼上 别人想要开心都开心不起来 好不好 而且摩羯女很执着 一旦感情有了争执 从头到脚都一样关起 搞得朋友压力也很大 拜托你正常一点好不好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 重色亲友也意味着 这些星座的人 把感情看得很重 所以得失心也会比较重一点 但其实感情是这样的 感情要愉快才站得起来 所以当你放得很重的时候 反正失败几率也很高 下手太重的人 请把手收回来一点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